这局遇到的人机真是要了我的老命 太牛了,伤害巨高 还算是有操作会开车的人机 哦,这局真人对我的威胁都没人机那么大 首先在机场遇到第一只人机 我还没有半天呢 它出手就是几枪命中 我前面这只人机就是最低级的人机了 这种人机没有任何杀伤力 突然一只小狮子从我面前跑过 哦,打着打着,高级人机又追过来了 瞬间把我打成半血 哦,有你们这些枪法就好了 打遍天下我的手 接下来更逗 我在麦庭上看到一个人开着蹦蹦围着人机转圈圈 这是干啥呢 我刚刚想下来看 突然差点被秒了 啥呀这是 你这人机开怪了是吧 真人伤害都没你高 那个蹦蹦开过来想要抓我 结果他下车之后 我发现他怎么也像人机一样呀 怎么回事 这也是个人机吧 但是他身上有武师啊 有武师怎么可能是人机 难道高级人机都会剪这种东西了 有点搞不懂 还对我发起挑战 子弹应该是真人 突然又跑过来一只 还好我变成武师 太险了 这都是啥呀真的是 怎么这么吓人 我要是没有武师估计就凉了 你小子给你凉了 打完所有高级人机 正准备走 突然来了一个真人看热闹 我当场给他秒了 你看看 真人伤不了我一分一行 血量还是我跳车自己摔的 人机却要了我半条命 换上他内疚比较高的武师 骑上武师去买一把西奥枪 突然想换车的时候 又遇到一个高级人机 他在那边探着头鬼鬼祟祟 你想干啥 没见过美女呀 这样看是不是很像真人 打他后他还把他送了回去 哎呦呦呦又说回去了 你咋不上天呢这么厉害 哼 最终把他成功解决 接着我又踏那个开蹦蹦的小换车 他里都不理我 直接坐上了车 地图上也显示危险 正是追杀我的人呗 你看你看 我撞了他 他完全也没有反应 这啥呀 这到底是新手还是人机 正常人都下车打我了 就算是萌兴也下车打我了 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打我当成空气 追追追 我队友也过来了 嘿嘿 他也撞到了树上 这么吓他完了 即使这样 他还是不下车 然后就没了 这个名字不就是 刚刚开蹦蹦那个人 此时我的危险还没有解除 我断定这个人 是一个萌新小姐姐 或者是高级B站小人机 不打架的 只逃跑 反正我遇到他两次 他一枪没开 一直在开车 队友打倒了一个吉利福 他在我这里 我不敢下车 因为危险还没有解除 可能还有队友 他队友好像跑了 我地图上变成了安全 于是我赶紧去附近的 召唤他看看 看他是不是在这边 顺便把小枪也在这里给发了吧 通通里面是把A妈 嘿嘿 我喜欢 超远的厕所看了两个 这看起来也像是人机 不应该呀 我好歹都还惯了 还这么多人机 福利局呀 留给队友吧 这些白色的人头我变 我要主动出击 我骑着冒烟了 我谁去勾引他们 他们看到我要炸了 肯定都想打我 然后就中了我的隐身 出动之间 看了没 右边右边 嘿嘿 又是老鼠人 刚刚过来看信的那个 你们真是我的好伙伴 全部过来送给了我 最后一个敌人是个专心的狙击手 一直瞄着我 我二话不说给他上一课 一枪爆头结束这剧游戏 真轻松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那个人是萌心呢 还是高级人机呢 对了 有人在评论说 AO机马上就要变成普通武器了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倒是觉得AO机挺厉害的 要是被除去空头武器 那应该要削弱一下才行 就比如这一局 我就是觉得全被AO机给秒的 本来这里有机会直接解决它 谁知道被这局挡了一堆的子弹 结果就埋下了伏笔 最后被他用AO机攻击好了 好了 我是长心 下期视频见 拜拜